4月4日 英国《旁观者》杂志引述一位白宫高级官员的话说 中共肺炎疫情袭击欧洲之前 意大利曾向中共捐赠数吨个人防护装备 如今 中共竟要求意大利回购早前捐出的部分物资 截至目前 意大利已有超过13万感染案例 16000多人死亡 目前急需医疗物资 意大利驻美大使威利奇欧 4月2日 在美国梅瑞迪恩国际中心举办的网络研讨会上表示 这是中共的政治陷阱 我们完全意识到 我们应该不会进行一个谈刺 这些传统的公共识谈刺 我们不是耐心的 而我们非常理解 举报 大陆疫情爆发后 曾在全球采购 利用中共统战部 驻外使领馆 国营和民营企业 甚至海外华侨 在一个月内收购海外近一半的口罩 中共病毒传播全球后 中共却转身变成医疗物资输出国 3月中下旬 欧洲各国曾向中共购买大批医疗物资 但因质量问题被大批退回 威利奇欧表示 这种行为不仅危害意大利人健康 也危害所有民主国家 新唐人记者颜希综合报道